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他国家在相似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那么这款战斗机的外销可能性如何呢 美国是否有可能将F-22出售给台湾或其他国家呢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哦 全球能够自主研发五代战机的国家寥寥无几 但F-22猛禽的存在 与其为五代战机所设立的标准 无疑为整个航空工业的发展进程 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 F-22的生产数量并不多 总共仅生产了195家 这使得关于F-22的数据和记录相对更加精准 且异于管理 从技术猜数上看 F-22猛禽的尺寸 为长12 92米 翼展13 56米 高508米 其空重为19700公斤 正常起飞重量为29410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则高达39000公斤 与替代目标相比 F-22在机身长度上略显短小 但在空重和起飞重量上 却有显著增加 此外 F-22的最大燃油 容量为8200公斤 若携带外部燃油箱 则可增至12000公斤 在动力方面 F-22装备了两台普惠公司生产的 F-119型涡扇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在加力状态下 能提供高达156000牛的推力 这使得F-22在不同高度和速度条件下 都表现出色 其最高飞行速度可达2 25马赫 而在海平面上的最高速度为1821马赫 尽管美国空军对F-22的 实际飞行性能保密 但公开的参考数据显示 其学航速度为1 82马赫 最大作战高度达2万米 推重比为1 08 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F-22猛禽 作为当代顶尖战斗机的强大基础 在航程方面 F-22猛禽战斗机虽不及某些同类战机 但仍具备一定的战略灵活性 其转场航程可达3220公里 而在携带两个外部油箱的正常状态下 航程越减为3000公里 此外 F-22的作战半径为800公里至1100公里 相较于F-15战斗机 4-5000公里的航程 和接近2000公里的作战半径 F-22在此方面 确实显得略显逊色 因此 从战略角度考虑 F-22更是一在地理条件相对密集的 欧洲地区执行任务 或作为自身防御力量发挥作用 在机型结构上 F-22采用了一种独特的 外倾双锤尾常规气动布局 锤尾外倾角达27度 其两侧进气口 位于边条一下方 而喷管的设计 同样着重于减少无外辐射 以增强其隐形能力 此外 其主翼和水平安定面 采用了相同的后掠角和前掠角设计 机身上部的水炮型座舱带 则优化了飞行员的视野 F-22猛禽战斗机的武器系统设计极为先进 其核心在于 将所有主要武器 巧妙地隐藏在内部弹舱之中 以此确保首次探测时的隐蔽性 在武器配置方面 F-22在空战中 能够携带六枚AIM-120 阿姆拉姆导弹和两枚AIM-9 响尾蛇 空空导弹 以应对各种空中威胁 而在对地攻击时 它能搭载两枚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两枚ADM-158联合战区外空地导弹 以及八枚GBU-39小直径炸弹 实现多样化的地面打击能力 此外 F-22还配备了铺路者系列 80克瓦查系列 炸弹等多种类型的炸弹 以及一种急速炸弹 以应对各种复杂战场环境 同时 它还装备了一门携带480发子弹的 20毫米M6122火神机炮 为近距离空战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在航电系统方面 F-22最初装备了APG-77雷达 这款雷达的技术基础 源于U-22计划及空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实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到了2007年生产的D-20PF-22 其雷达系统升级为APG-77V-1改型 进一步提升了探测和追踪能力 F-22的航电系统持续更新迭代 充分展现了美国在航空电子领域的技术优势 作为一款空中优势战斗机 F-22在服役期间凭借其卓越的性能 不仅在技术上树立了标杆 更在实际作战中展现了其无与伦比的优势 从1990年代到2010年 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舞台上几乎无人能敌 而F-22猛禽战斗机 无疑是这一时期无可争议的空中霸主 在20世纪70年代末 美国情报部门得知 苏联正在大力测试米格-29和苏-27战斗机 这一消息在美国空军内部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两款苏联战机的发展 被视为对美国空中优势的直接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美国空军在1981年 启动了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 1981年6月 美国空军发布了先进战术战斗机 ATF的招标书 标志着这一项目的正式启动 到了1983年 各大承包商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启动方案 共有约七种方案 参与了这一重大军事航空项目的竞标 经过两年的激烈竞争和筛选 美国政府在1985年确定了 YF-22和YF-23两种原型机 进行最终的飞行试验 1991年4月 搭载普惠公司发动机的洛克希德YF-22原型机成功胜出 成为这一竞标的胜利者 这款原型机经过进一步的研发和完善 最终演变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F-22猛禽战斗机 到了2003年 DEP-F-22战斗机正式交付给内利斯空军基地 并在接下来的四年内 共有51架F-22全部交付使用 最初 美国空军计划以262亿美元的预算 购买750架F-22 但随后 由于各种原因 这一数字被调整为648架 并退迟了生产时间 然而 到了1997年 由于经费问题 订单数量 再次被削减至399架 在此期间 F-22项目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变动 最终 在2006年 五角大楼决定订购183架F-22 这一决定也反映了F-22的高昂成本 尽管如此 美国空军中仍有比F-22更昂贵的装备存在 例如著名的B-2轰炸机 随着2008年金融海啸的猛烈冲击 美国经济遭受了严重打击 众多高成本的军事项目被迫削减或中止 其中就包括 未受瞩目的F-22猛禽战斗机 2009年4月6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2010年的国防预算案 其中包含了在完成4架F-22的生产后 关闭其生产线的决定 这使得F-22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生产周期最短的战斗机之一 2011年12月23日 第195架也是最后一架F-22下线 标志着这一项目的终结 尽管F-22的停产令许多人感到惋惜 但它在军事航空史上留下的辉煌印记 依然意义生辉 F-22猛禽战斗机停产的背后 隐藏着多重复杂因素 首先 它的先进性过于超前 以至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显得过于昂贵和奢侈 回顾历史 美国在90年代至2010年间的军事实力 几乎无人能敌 F-22在1991年赢得竞标 1997年实现首飞 2005年正式装备部队 然而 仅仅几年后 这款战机就因种种原因被迫停产 即便到了2021年 全球能够研发第五代战机的国家 依然屈之可数 而F-22假想的敌人 如苏联已经解体 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 苏-57 直到近期才开始量产 中国的G-20 也是在2012年首飞 至2017年才开始试验装备 与此同时 同属五代机的F-35海基板 早在2015年就已服役 从时间线上看 F-22无疑领先了整个时代 其次 F-22的生产 恰逢时代变迁和经济不景气 在F-22的生产年份 美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 同时还需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 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经济问题 导致对高成本军事项目的投入受到限制 再者 F-22过于卓越的性能 在某些方面也成为了其劣势 尽管在模拟对抗中 展现出几乎绝对的空中优势 但其高昂的战损比和维护成本 让决策者认为 不需要过多投入此类战机 例如 从2008年起 最有多名飞行员在飞行中遭遇缺氧问题 甚至有人因此昏迷 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最终 问题被查明 与飞行员防护背心的氧气阀有关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成本高达百万美元 此外 F-22的维护工作也异常繁琐且昂贵 在兰利空军基地 每一台普惠F-119引擎 都需要从F-22上拆卸下来 进行详尽的检测 以排除潜在的机械故障 技术人员必须在特制的 隔音排气设施中 对引擎进行性能测试 确保无漏洞和机械错误 这一严谨的检测流程 是确保F-22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 但同样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 据统计 五角大楼为F-22项目 已投入超过670亿美元 这一数字远超过 其他任何军事项目的开支 因此 尽管F-22在技术上 无疑是一款卓越的战斗机 但其高昂的研发和维护成本 时代背景的变化 以及实际需求的不匹配 最终导致了这款 世界顶尖战斗机的过早退役 直到今天 F-22的停产 依然令人感到惋惜 但它在航空军事历史上的地位 无可替代 F-22猛禽战斗机在隐身技术方面 展现出了显著的创新 其表面涂附的雷达吸收材料 RAM能够吸收并削弱雷达波的反射 进而大幅降低 飞机在敌方雷达上的可见性 这种材料不仅要求高质量应用 还需实现无缝拼接 以保持最佳隐身效果 每次飞行任务后 F-22的涂层都要经过严格检查 任何微小的划痕或破损都可能影响其隐身性能 整个维护过程既复杂又昂贵 再加上F-22本身的高价值及其维护成本 使得整个项目的投入十分庞大 另一方面 F-35战斗机的出现 对F-22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F-35不仅更经济实用 在军事演习中也展现出了 与F-22相近的优异性能 其多用途能力 感知能力以及航电和飞机结构隐身方面的先进性 都使其成为了更受欢迎的选择 此外 由于联邦法律的限制 F-22无法对外出口 这进一步限制了其资金来源和市场扩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 F-22的停产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决策 尽管生产线已被拆除并封存 但理论上F-22仍有重启的可能 然而 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 F-22成为了美国独家使用的战机 其服务和动态相对较少 F-22首次公开亮相是在2007年11月22日 其首个任务是拦截两架俄罗斯图95轰炸机 而首次实战则是在2014年9月 当时 在阿联酋的巴尔法拉空军基地 四位飞行员驾驶F-22战机 准备前往叙利亚参战 该地区部署了大量防空炮和地对空导弹 因此 隐身能力对这次任务至关重要 一支由F-15、F-16和F-22组成的突击队中 非隐形战机首先进入叙利亚境内 攻击并控制伊斯兰国的军事设施 随后撤回安全区域 两架F-22负责掩护撤退 另外两架则专门负责轰炸伊斯兰国的指挥中心 尽管过程中遭遇了小意外 但行动队伍仍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次行动不仅展示了F-22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也证明了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高效能力和战略价值 在那次历史性的任务中 F-22猛禽战斗机仅用了15分钟就穿越了叙利亚边境 凭借其卓越的隐身能力 成功避开了地面导弹的威胁 在叙利亚领空的高空 两架F-22定位了伊斯兰国的目标建筑群 并进行了精准轰炸 与此同时 另外两架F-22在东侧担任着保护突击队的任务 飞行员准确投放了激光制导炸弹 成功命中了预定目标 任务完成后 他们迅速撤回到安全空域 整个过程中 F-22的隐身性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确保了他们未被发现 也未遭到叙利亚导弹的攻击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关系的照片 我们下期再见 小编写